《新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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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起当年 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些旧街坊? 他们不是 就是以前住在你旁边 73号那家人 而这家人 就是《楚京喜剧73》的主人翁 而这个劇 在73年首次和大家见面 它是以反映现实 配以轻松幽默的手法制作而成 每次发生在陈德陆一家身上的事情 都是一些当时引起共鸣的社会话题 好像公务员的退休金制度 和老人津贴 原来是由73年说到现在的了 申请55元就津贴 那也挺好的 55岁退休 75岁才得到津贴 如果你没有退休金 那20年就耐着你 那也挺好的 其实73最大的特色 就是大胆地 那么喜用了一批 不是那么熟口熟面的演员 擔纲演出 也都因为这样 令到观众看上来 更加有真实感和投入感 也都令到这个节目声名大噪 之后 在74年到76年之间 三道全新制作推出 每次收市都是高居榜首 还曾经多次获得 十大最受欢迎电视节目之一 有一次还名列第一 这电饭也不需要用电 免费不便宜 还有啊 我和你计算一下 大排当白饭都要三毫子碗 就算你不赚 也要两毫子成半 你只能吃几碗 送呢 我送就可以解决了 他拿这些精人食粮 可以当送的 走走走走走 夜风啊我 静人旧 为人精烈 你知不知道我回来了 你这么兴奋成这样 弄了几句 坐在这儿这么闷 就听听歌 听到以前唱得几开心啊 你不记得了吗 啊我几十年前 和我马将军的妹妹唱大戏 那时候 人人都叫你老婆 做发蛋王 哈哈哈哈 刚刚第207子说了 七十三里的人物 个个都充满人性 充满爱心 他们之间的关系更是温情扬逸 在生活逼人的香港社会里面 他们的出现就像一股暖流 让观众看得甜思思 暖粒粒 想当年我做军医助手的时候 对婴孩常识 真是熟到难 你不告他 胡萨拉上法庭 要杀到狗头 那样的 喂 那些人比你老婆 就算法官判他死刑又如何 看回昔日的七十三 和今天的卡拉奥奇 就会发觉 一个成功的处境戏劇 最主要是有一份力狗上升的亲切感 如果你的老板是吃长齋的 那你够不够胆在他面前 湯鸡散鸭呢 那倒是 那不怪那些人 记者和他拍照就懒作狀了